中国著名的企业家 会员的创始人朱熹理先生 现在被限制高消费了 也就是进入了民间的那个老赖名单 这个41亿的资产遭到了冻结 公司负债达到了115亿 而且呢如果在明年1月底 还达不到复牌条件的话 会员果汁就要退市了 会员果汁呢作为一个国民级的品牌 一度占据了中国 果汁市场60%以上的市场份额 为什么会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 当年和可无可乐的并工案 闹得沸沸扬扬 可以说天下为之策目 究竟是怎么回事 今天就和大家来聊聊会员和猪心理 我们1月2号在东京有一个线下聚会 我租了一个会议室 我们坐下来聊聊 链接在评论里 我们东京见 有趣的灵魂聊科技人文 我是李自然 现在我是在一个饭店的外面 朋友在里面吃饭 我趁机在外面录个视频 因为这个视频要更新了 今天想和大家聊的是会员和猪心理 猪心理是我的山东老乡 他是一个52年出社的人 现在已经67了 猪心理的第一桶经验 其实是来自于开车 他是一个开车的高手 我也开车 但是我开车的水平就非常的一般 也没法靠开车赚钱 我主要是喜欢研究发动机相关的技术 我喜欢这种活塞运动的机械的美感 一个钢内直喷技术等等 这个我都有过研究 但还是猪心理的开车水平高 而且他开的是解放车 承包了这么一辆车来拉货 早年就赚了20多万 但说到创业 猪心理也可以说是大旗满城 92年 他40岁的时候 当时还在宜元县外经委干着副主任 就辞了公务员 想下海经商了 当时他一个领导说 请给我一个我们县最差的企业干 于是就给了他一个灌渡厂 这灌渡厂已经三年没发出工资来了 而且还有着千万的负债 工人们因为没有工资 都跑到附近的水银厂去当装卸工去了 就在这种情况下 猪心理接着这么一个厂开始创业了 当时山东有一个很有名的报纸 叫做大众日报 大众日报上刊登了一个照片 这个照片上有一个宜蒙山的果农 面对一车 他自己种的苹果又卖不出去 然后他就拿着一个苹果狠狠地咬了一口 图片下面配了一行字 这行字非常扎心 叫做卖不出去我就吃掉它 这张照片可以说是深深地刺痛了猪心理 他就想帮助农民解决这个卖水果难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即便在那个年代 创业者也是有初心的 但是你在做罐头肯定是没有出路了 因为当时中国的经济已经初步发展了 事实上新鲜水果也已经很多 没人再愿意吃罐头了 因为这个罐头又贵又不好吃 吃起来还麻烦 还要把那个铁盖子想往上打开 就很麻烦 于是这个猪心理就决定搞果汁 当时条件当然非常的艰苦 这个工厂也开不了饭 他就买那个最差最便宜的面 给大家吃燕馒头 即便是这样呢 正对工厂大门的那个墙上面 猪心理还是图了四个大字 叫做走向世界 可以说即便在那个年代 创业者也是非常有梦想的 当时的猪心理想办法进口了国外的先进设备 当然也没钱买设备 就是我先生产 生产出来再给你钱 还聘来了德国食品工程师 就是很有名的食品专家 就是那种全厂员工加起来 工资不太一个人高那种 我们先说 当时那个年代的创业者 一样有初心有梦想 但那个年代的创业者 更不缺的就是魄力 猪心理是一个非常有魄力的人 当时国内这个果汁也没什么市场 因为这个消费 国内的消费还没起来 还没到能喝得起果汁那一步 猪心理就想到了出海 于是他93年 一个人就跑到德国去参加展会去了 这个也没钱请翻译 正好他有个朋友 孩子是在德国读书的 是个留学生 这个就让他来客串翻译 也没钱吃饭 吃的是什么呢 就是从国内带过去的山东间里 在这个展现会上呢 猪心理奇迹般的签下了500万美金的订单 非常非常厉害 于是呢 这个会员这个罐头厂就干起来了 转型成这个做果汁的企业 94年的时候呢 会员就开到北京去了 把公司开到北京去了 注意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线 可以看到这个猪心理的执行能力是非常非常的强的 非常牛逼的 因为他92年接手这么一个贯动场 接手过来还要再整改 对吧 然后93年就已经去德国签订单了 然后94年呢 就把公司开到北京去了 非常的厉害 到97年的时候呢 这个猪心理再次展现了他的魄力 就是中标了这个央视新闻联播的广告 这个广告呢 一共就5秒钟的长度 但是呢就卖7000万 而且是97年的7000万 对吧 猪心理就买了 就中标了这个广告 当时其实有大量的品牌 都是靠这个央视的广告起来的 比如说秦池 艾多 对吧 有那个标王胡志标 非常有名 对吧 还有这个步步高 哈哈 还有一些愚弄品牌 其实都是靠央视广告起来的 会员在做了这一波央视的广告之后呢 在这个在国内的市场也就开始起飞了 到了接近2000年的时候 这个果质市场呢 其实竞争啊 也越来越多了 仙城多啊 农夫果园等等也都来了 会员呢 也就开始搞资本运作了 朱新领呢 当时就去见了德龙系的掌门人 就是唐万兴 唐万兴可以说是中国金融水商 我觉得应该是排名前三的一个传奇人物 当然后来也进去了 今天我们这里先不说他 这个双方呢 就成立了赫资公司 这个唐万兴的德龙呢 拿出来5.1个亿 占股了51% 这个朱新领呢 把会员 压上 占了49% 但这个德龙呢 毕竟搞金融才是主业嘛 这个他们就不断的想从公司 这个借钱 借钱出来投挪 对吧 到金融市场上去玩 呃 于是从公司不断借钱出去 前前后后借了几个亿 朱新领觉得这样搞不行 对吧 于是发展到03年 这双方就都想把对方踢出去了 对吧 就都想把对方挤兑出这家公司去 当时其实德龙集团 这个资金已经出现危机了 呃 但会员这边呢 因为他是这个实业做得很扎实嘛 这个做果汁嘛 他的现金流法上一直挺不错 德龙呢 就想当时啊 就想以这个年利润7倍的价格 就想买朱新领手里的这49% 这时候呢 朱新领呢 就反僵了一军 就说 这个这个 打嘴炮是不会对吧 我还想买你 那51%呢 要不然呢 咱们就对赌 谁先筹到钱 就让谁收购 这玩金融出身的这个德龙呢 说实话 当时没把玩实业的朱新领放在眼里面 呃 这个就答应了这个对赌条件 但是 两天之后呢 朱新领就筹到了五个多亿 牛逼吧 对吧 这个德龙呢 反而运气不太好 赶上这个创始人脑溢血啊 得脑问题 反而没拿到钱 于是呢 朱新领又重新把会员又收回到了自己的手里 啊 后来呢 这个 这个德龙啊 这个资金链就断裂嘛 可以说是一夜之间 整个德龙系就崩塌了 对吧 这个会员呢 可以说是整个德龙系里面 唯一一家全身而退的企业 这件事呢 其实充分的说明了 朱新领的水平啊 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和德龙合作的这段时间啊 会员其实受益是挺多的 对吧 无论是银行 还是合作方 还是设备供应商等等 都给了他很多的方便 会员其实是得到了 机会完成自己的发展的 会员这段时间前后用了20亿左右的钱 收购了很多 这个果汁生产加工的基地啊 等等 这个完成了会员 在全国产业的布局啊 就借和德龙合作这个机会去完成了 05年呢 朱新领又想和统一来合作 对吧 这个为啥朱新领老想找人合作呢 因为 会员朱新领 他其实是有短板的 而且他自己呢 也很清楚 他的短板是呢 就是 他的短板是呢 朱新领并不擅长搞市场渠道啊 搞营销啊 搞这些东西啊 朱新领擅长呢 这个食品帝国啦 这个统一的销售渠道呢 非常的厉害 对吧 这个双方呢 就说一起组一个合资的公司 这个 但后来呢 台湾当局啊 担不着政策出了一些事情 对吧 就是不让台湾的厂商投太多钱到大陆这边来 于是这个合作啊 后来也只能不了了之了 到了06年的时候 会员这个已经准备上市了 就引入了一系列的这个机构投资者 包括达能 美国华平 荷兰发展银行 香港会礼基金等等 战略投资者就都进来了 这个总共呢 把35%走入的股份吧 以2亿多美金就卖出去了 这个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价格 对吧 这个 这个朱新铃从德龙手里把这些股权收回来 再卖给这些后面这些投资者 其实是赚了不少钱的 我们回顾整个会员在资本市场的这个历程啊 比方说我们前面讲了 在这个德龙大厦青岛之前 朱新铃可以说是虎口脱险 在和德龙分手之后呢 其实很多国际资本 包括这个大摩美林高盛等等 都以为会员是块费肉 都盯上了他 但是呢 朱新铃呢 就也一直很慎重 不为所动 对吧 然后呢 后来和统一搞合作的时候 把一些股份卖给他统一 这个卖的价格呢 其实是很高的 再往后来呢 引入了达能啊等等这些投资的人 其实卖的价格也很高 对吧 这一通的操作呢 其实都操作的挺好的 而且神奇的是什么呢 这一系列的资本运作啊 都是朱新铃本人所主导的 朱新铃身边并没有一个很强势的参谋 或者说是一个很擅长搞资本运作的人 并没有 包括后来 对吧 后面我们要说的这个和可无可乐 合并那个事也是朱新铃自己把自己关到大山里 想了三天就做决定了 对吧 他并不是一个身边有着这个很强势参谋的一个人 对吧 也就是说 我们看朱新铃做的这些决策啊 包括在资本市场上的这些表现 他绝对不是一个 对外界很多人认为那种农民企业家 反而他是一个资本运作的一个高手 对吧 因为他亲自上阵和这一路资本过招 这些人都是老狐狸啊 对吧 也当然这里面签的有些条款是不太有利 因为这个取决于双方的力量对比嘛 但其实从结果看呢 朱新铃在资本市场上呢 基本上没吃亏 对吧 甚至可以说是占了便宜的 到07年2月的时候呢 会员果汁啊 就在香港上市了 募资规模是24亿港元 也成为了香港当年最大的IPO 上市之后呢 会员的业绩呢 就出现了下滑 为什么呢 因为竞争越来越激烈了 而且呢 这个我们这讲的上市是07年嘛 后面就感到了这个金融危机吧 全球金融危机 和果汁的人呢 也少了 这时候呢 这个股东里面 这个达能和华平呢 就坐不住了 就想套现走人了 他们呢 本来是想出售 他们手上的股份来套现 并不是想出售会员整体 对吧 这个于是呢 就委托了 委托了高盛 高盛呢 就在7月份 08年7月份 向很多家公司 发出了收购建议书 7月底 非常快 7月底 可口可乐呢 就表示 想全面收购会员 双方呢 谈了一个多月 朱星李呢 也据说把手机 关机 躲到山里面 思考了三天 到8月31号 就8月底 终于签字了 决定把会员 卖给可口可乐了 然后又过了一周 朱星李就出来见媒体了 说了一句 非常非常有名的话 就是 企业要当儿子养 当猪卖 这个 现在 再看这句话呢 其实不能说没有道理 对吧 这个如果会员能卖给可口可乐 其实是非常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 可口可乐 它这个收购价格 其实是很有诚意的 它收购的价格是24亿美金 24亿美金是什么概念呢 因为当时会员在港股的市值 不过54亿港元 这个24亿美金呢 合成港币是180亿左右 也就是说是三倍的溢价嘛 所以说其实可口可乐收购价格 首先是很有诚意的 卖给它是不亏的 第二呢 双方确实是资源互补 因为会员强的呢 就是上游嘛 农业呀 生产这些东西 而可口可乐 有着全球的营销网络 对吧 如果会员的生产能力 能够对接上 可口可乐的这个 品牌营销放运的能力 能够对接上 可口可乐的这个 全球营销网络的话 那么卖到全球啊 真的不是梦 对吧 这个就是 当年 猪心底在工厂门口 说的那个走向事件 对吧 这也是可口可乐 想高价收购会员的一个原因 因为会员这边生产的资源 确实是好 对接上就能卖了 不过我们事后再看呢 哪怕到了今天 可口可乐收购会员没成功之后 到了今天 可口可乐也没把果汁这一条线 这一条业务线做起来 对吧 但这个收购呢 这个遇到了两个很严重的问题 遇到了两个特别严重的问题 第一个呢 当时这个时间点啊 是08年 08年这个时间点呢 就比较特殊 当时正好赶上我们中国人 在办奥运会 可以说在08年之后啊 整个中国人是越来越自信的 但当时呢 正好是处在这么一个敏感时期啊 中国人说自信吧 这个也没有那么自信 正想要自信起来 当时特别敏感 还没有那么确信 对吧 所以说当时大家对这个民族的东西啊 都特别的介意 所以当时呢 就有人写文章 山风点火 这些山风点火的人里面呢 有媒体 对吧 也有KOL 当时可能还没KOL这个词 对吧 当然可能也有会员的同行 这个基本观点呢 就是会员是一个民族产业不能卖 对吧 不能卖给国外的口可乐 这个事呢 在山洞下啊 很快这个民族的这个 就很多情绪就起来了 一时间呢 在这个舆论上就引发了渲染大波 对吧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反垄断法 反垄断法是什么时候开始实施的呢 就是2008年的8月开始实施的 如果说我们前面说 朱新底签字 决定卖是什么时候呢 也是2008年8月 就是这么巧 在这之前呢 没有反垄断法 你卡到这个点上面 这个很要命的是什么呢 这时候这个法案刚实施 这个执法在什么尺度呢 其实包括商务部的这个反垄断局啊 他也没什么经验 对吧 而且再加上当时这个舆论这么凶 对吧 媒体炒作这么厉害 后来呢 这个商务部的领导直接说了 对吧 这些过度炒作呢 也对商务部进行了干扰 对吧 形成了干扰 于是呢 朱新底等了六个多月 等了六个多月之后呢 商务部根据反垄断法第28条 就把这个冰冠案给否决了 认定可口可乐公司收购中国会员 会对竞争产生不利的影响 对吧 就禁止他们收购 其实我们今天再看 08年反垄断法实施到现在 10年多一点 对吧 实际上被否决的案子 其实屈指可输 可以说一只手就能输得过来 可以说在这个会员案之后啊 商务部也更加成熟了 也不轻易去否决了 但会员这个事呢 就肯定就没法挽回了 甚至后来会员这个自己人 也有人说 后来这个会员啊 再去找商务部办点什么事 审批个什么东西 都是一路绿灯畅行无阻 可能也是因为觉得 之前对他们有所亏欠 可口可乐收购不成 这个会员的形势呢 就急转直下了 因为这个会员这个一副盘 一副牌 这个股价就直接腰斩了 本来朱欣礼想卖给可口可乐 它是想能套现80亿左右的港币 但现在呢 这个就很要命 反而要损失好几十亿 但这还不是最致命的 最致命的是什么呢 就是可口可乐 和会员谈好这个收购之后 我们前面说了 这个会员后面 道理上讲 就应该专心搞生产了 这个销售呢 主要就应该靠可口可乐了 于是呢 会员就应该把所有的资产配置 就集中在产能这一段了 实际上这个会员也是这么做的 大家本来以为这个收购都没问题 对吧 这个为了配合这一次收购呢 会员果实也开始进行调整了 裁减了自己的销售体系 这么多年搭建的销售网络啊 什么的 基本上都遣散了 基本上等于是自费无功 现在这个收购被否了 这个自己的销售网络没了 可口可乐的也用不上 对吧 那会员就没办法了 只能短期内再猛增销售人员 这个再去重新建这些销售网络 什么的 于是后续很多年啊 这个会员的这个销售的团队啊 包括这个员工的人数啊 一直都是非常不稳定的一个状态 对吧 结果支这个生意呢 本来利润就很低 加上我们前面说这个会员其实本身它精细化运营 这个营销这个方便能力本来就不强 再这么一周又自费武功 这时候的会员已经非常非常的难受了 我们前面说朱心底啊 这个资本运作能力其实肯定是不差的 对吧 那我就猜想呢 朱心底对局面肯定是有着比较清晰的判断的 所以呢就开始 我又怎么说呢 就是船在沉没之前船长往往是第一个知道船要沉的人 对吧 这个有的船长呢会选择坚持到最后就这船一起沉 也有的船长呢就会把这个金银细转都搬到这个救生艇上面去 然后呢这个偷偷的把救生艇就开走了 对吧 这个会员呢通过关联交易 收购了这个让这个上市公司收购了母公司上游的一些资产吧 然后这个就进行了一些金融上的一些资本上的一些操作 就到了2017年有一笔42亿的这个借款被派定是违规了 其实这笔钱呢也是借给非上市的会员的关联公司的 而且呢没走合规的程序 第一呢没及时披露 第二呢也没经过董事会的批准 于是呢18年4月会员果实就被停牌了 当然在这之前呢其实会员已经连续亏损了很多年了 对吧 这个再往后面呢当然又有一些别的故事和传言 说要卖给天地一号什么的 这个整体标价36个亿 对吧卖给天地一号也没卖成 当然这些故事呢也都是尾声的 并不重要的 朱星铃呢应该是挺重视学习的一个人 创业之前36岁的时候还曾经进修了好几年 很多年前呢有个电视节目讲创业的叫做 赢在中国这个节目呢可以说是我的创业启蒙的这个节目 我第一次听说有VC这个东西还是在这个节目上面 朱星铃呢当时也是这个节目的嘉宾 在这个节目上呢我记得朱星铃是意气风发 哎当时说自己长江中欧北大这个商学院都读过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应该是都读过 但会员呢还是有很多问题 对吧 这个短板一直也护不起来 而且呢一直是一家非常的认人为亲的企业 对吧里面不是亲戚就是老乡 各种吃回扣各种粉红乱的东西各种管理问题吧 这个外部引入了经理人空降CEO也都试过 根本都待不下去对吧 嗯这又不展开 因为我是这样想的就是每一家你能叫上名字来的企业 我觉得其实都挺厉害的对吧 你能叫上来的名字有几个对吧 这个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企业 我对商业其实一直是有一种敬畏之心的 但另一方面说呢 每一家企业也都有自己做的不好的地方 如果他成功了你就说他做的这么牛逼 对吧如果他失败了你就说他哪里做的不好 这未免也有点事后不可量对吧 所以我也就不多来讲会员管理上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整个事情这个关键点还是在于 卖口可乐那一下那一波操作对吧 这个出现的问题没卖成 这里呢我想对这个事稍微评论一下 就是说这个媒体 就因为在我印象中啊 咱们的媒体其实也是有一段黄金的时代的 就是发个新闻呢当时要验证事实对吧 要对当事人进行采访这个要采得第一手的消息 然后呢不同的信息源呢也要进行交叉的去印证 但现在呢其实很多媒体啊 尤其我们现在到了这样的一个自媒体的时代啊 就为了大家为了点击量啊 为了阅读数啊就普遍的捕风捉影 标题党啊极尽夸张的事儿吸引眼球写报款文 这个呢说实话我真的感到挺无奈的 包括这个挑动情绪呢也是他们经常打的一张牌 会员当时卖给口可乐这个事儿 其实就是被舆论搞黄的对吧 你说这个卖给口可乐 这本来应该是一个商业上的一个举动对吧 我们应该分离他商业上到底好不好 但这个事儿朱清理自己的企业自己没有决定的权利对吧 甚至也没轮到那些专业人士来说话 也没轮到你真的做决定的商务局等等 估计也也是要被迫对吧 这个大因为大众情绪引上了 我们反后来看如果当年口可乐收购会员成功了 那这个事儿你说和民族品牌有多大的关系呢 这个这个这个我们这样想第一呢 会员果汁就可以借助口可乐的渠道 需要往全世界去的这个 这对于中国种水果的农民是不是一个好事呢 我觉得是好事是吧 这个因为我们也想到会员当时那个初心对吧 如果达到如果他能借助口可乐的消防权世界 那么中国的这些农民是不是就不愁卖水果了呢 对吧这不就是初心吗 那第二个呢 其实朱清理啊 我们前面说过好几次 就他个人擅长呢 其实是农业上游这些东西 他当时也是准备啊 把卖了会员这个钱投入到农业上游去 去发展现在农业 去帮助这些农民们提高生产的效率 实现规模经济等等东西 这不很好 对吧 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就说回朱清理的这个个人 如果你想想他当时公司卖了 对吧 当时他是意气风发的 我前面说过在电视节目上也是对吧 很有风度的一个人 如果他当年公司卖了呢 可以说是一代商业传奇人物了 对吧 就肯定是一代商业传奇人物了 但现在呢 67岁 在这个年龄呢 成了老赖 对吧 这难道不是一个悲剧吧 那这个悲剧怎么造成的呢 难道不 对吧 他不就是因为当年被煽动的那些东西吗 我前几天还看到一篇文章 在朋友圈刷屏了 这个文章叫做杨振宁的最后一战 当然我也发了一个朋友圈 评论了一下 这个文章呢是讲中国该不该投几百亿 修这个物理上用的一个对撞机 对吧 这本来呢是一件科学的一个事 对吧 但这篇文章就说哎 这个里面这个是利益集团 这个背后有推手 这个是美国人 怎么怎么样 你这样说话有意思了 对吧 因为这些话都是冲着煽动情绪去的 因为这些话 你怎么去证明它的真伪呢 这个我们评价一个科学的事 难道不应该从科学本身来出发 看这件事情该不该做吗 对吧 应该是这样来评判的 而不是看揣色背后这些动机 对吧 这些写文章的人呢 赚来了仅仅是点击量而已 那说实话 这些点击量呢也不止多少钱 对吧 但是你刚刚找的可是一个几百亿的 很严肃的一个科学项目 对吧 难道这些科学项目 不应该交给更专业的人来判断吗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对吧 这个普通的民众有多少人懂 怎么搞科研呢 是吧 普通的民众有多少人 懂什么民族产业企业并没有别的事 对吧 那你可能说难道大众 就没有执行权了吗 有啊 大众当然有执行权 你可以好好的做科普呀 对吧 你可以好好的讲这个事 但你预示的立场去煽动情绪 是怎么回事呢 对吧 所以我想说的就是 每一个有能力发生的人 包括自明体验 都要有底线 这个底线呢第一 别造谣 第二呢 就是别轻易的去煽动情绪 就别为了搞个爆款 就 哎 不计任何的 就 这个太不负责任 对吧 这个最后我想说呢 就是一个商业的问题 就是因为我之前呢 聊实业说实话 聊的不多 因为我个人呢 不是一个实业的亲历者 这个我对实业的认识 确实没有那么深刻 但我现在啊 是觉得搞实业机会挺多的 为什么呢 第一中国这个消费市场 其实市场巨大 对吧 这个不用多说 第二呢是 这个在这些消费市场里面 这个互联网化的程度并不高 我这个互联网化呢 不是指了互联网技术 而是指了互联网的打法 你看为什么搞互联网的人 他可以去搞硬件 搞汽车 对吧 搞餐饮 搞新零售 搞各种东西 搞的都还不错 就不是因为他们用了互联网的技术 对吧 互联网的技术做个APP 这个无所谓的 最关键的原因 就是这些人的坚持水平 对商业的理解啊 他们是最能跟得上这个时代的节奏的 对吧 这个不是说很多传统企业家 你在平行的后面 印个二维码 能扫码对吧 做个APP 这种就叫互联网了 他不是指的技术 是指的商业上的别的事儿 其实我们以这个轴子来看呢 大量的传统行业都还没互联网化 对吧 都还没有进入一个很现代的 这种商业 有现代商业感觉的这种东西 包括我们看会员 你看他几百款产品 对吧 能照用户技术的呢 其实没几个 而且你看会员公司 在这么紧的情况下 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对吧 甚至我还听说 会员这个 里面还让员工去这个贷款平台 去贷款 再借给公司的 连这种事儿都有 但会员呢 为了刺激销售 还是把大量的钱 砸在央视 砸在这种很粗犯的电视广告上面 对吧 2018年 这个央视充满 曝光的市场会员是第三名 对吧 还是巨款都花在电视广告上面 这个APPAR 就没有那些很精细化的现代化的 那个打法 对吧 比如说能不能利用利用新媒体啊 之类的这些想法 对吧都没有 第三呢 是 中国其实有大量的老品牌 是有在升级的 中国是有新消费群体的 这个和别的国家很不一样 中国我们的 80后 90后 60后 其实 这个 每一代人都非常不一样 中国呢 有很多品牌 其实也没多少年 会员用多少年 也没多少年 对吧 但给人的感觉呢 就已经很老了 这个这种机会呢 也只有在中国都有 对吧 就有取代这些品牌的机会 就是重新定位品牌 让它变得更年轻化 对吧 这个我们看会员之前的一些广告词 什么 有会员才叫过年 对吧 就一听就很老感觉 对吧 还有这个什么喝会员果汁走健康之路 这种广告词呢 明显的 都应该升级了 对吧 这个很多 这种老品牌很多 比如说这个椰树椰枝 对吧 你看它那个包装明显的 不是面向现在年轻群体 对吧 还有这个 比方说 弄富山泉吧 你看它那个矿泉水 那个红色的瓶子 对吧 特别老干部 所以说我觉得传统行业 尤其是消费品这块 看似是个红海 但其实呢 也是个蓝海 每一个协费领域呢 都有可能有一个 这个新的 更现代的 更互联网化的品牌 成长发展的中间 是吧 这个现代也有好多新品牌 逐渐起来了 比如说 元气森林 做的还可以 然后各种店 其实也有很多 比如说这个 做饮品 对吧 这个洗茶做的也可以 还有我这个朋友创立的 那个乐乐茶的一家 叫乐乐茶的一家 做的也不错 所以说现在其实我觉得 很多传统品牌 反而是有很大的 创业机会了 游戏的灵魂聊科技人们 我是李自然 今天果然果汁和猪心底这个事 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我也该走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